其實我在處理任何房子的時候 不一定是說好像原本的客廳空間就是客廳 原本的廚房就是廚房 所以很多的定義的空間 不一定會照原本的模式去做設計 反而我會把這個空間最好的一些特色先抓出來之後 再重新再排列組合 因為這個是40年的老闆 當初建築在設置這裡的所有的動線跟結構柱跟兩位位置 都比現在的房子還要再窄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柱子 為了讓這個柱子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突兀的情況之下 我在柱子的旁邊做個端頸槳 然後藉著我們的導巴的一個櫃底設計 讓整個空間的視覺性有延伸性的效果 男主人有一個習慣是希望回家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跟小朋友做互動 順便教他們做功課 所以變成是他們在公園裡的使用空間會大於在房間裡面 也因為這個樣子書房希望設計一個比較大概有希望四米五長的一個桌子 方便讓三個小孩可以一直同時在那邊讀書 然後爸爸在旁邊監督這樣子 因為男主人很喜歡讀書也收集很多書 那也希望藉這個機會可以把這種讀書的氣息傳給他的小孩們 因為格局上的關係如果要創造一個七米長的牆 勢必會有很多的取捨跟犧牲 其實這個七米的一個出牆收納費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一定在同個位置上 那當然討論之後看完3D 然後也計算他長數量的時候 他才知道說其實以這樣的格局 長數不只七米長並且可以達到12米 等於是他之前要求將近兩倍的一個長數量 也因為用這樣的穿廊設計 讓整個空間有不同的穿透感 用這樣的方式可以創造不同的一種 這種所謂的完美的空間 所以不管在旋觀啊或是在餐廳 或是在書房或是在琴房 或是在我現在做的一個倒八區之外 你從另外的角度看過去來講 都是一種不同的一種氛圍感 所以拍照起來更有氣氛 因為所有的設計是以書的長數為主 所以那時候電視他們對他講也不是那麼重要 但發現情況之下 家裡還是要有個電視會比較好 那為了解決這個事情 最後就是用音響跟投影部門的這種設計 做備用使用 那如果真的要看電視的話 就是投影部門拉下來 然後投影機放下去可以看電視 因為家裡有洋是柴犬的關係 然後又不希望說柴犬要破壞家裡的木地板 所以我們就用採用比較仿木頭的木紋磚 去做地板的材料 那做完之後 其實客戶也蠻喜歡這種木地板的感覺 那也搭配了整個空間 有一種比較溫暖的氛圍 也讓整個家具跟配飾上有大大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們在書房的這個空間 我們刻意地把這個書房做開放式之外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旁邊加一些旅間的隔壁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有一種半包覆的感覺 但是也不是一個完全開放 也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 從書房看到的客廳也是一個穿樓的感覺 因為很多的一些窗景 或是一些近景的情況下 透過這些小小的一些空間的轉換 可以讓整個空間的舒適度 或是一些色彩度 可以有借景的感覺 然後也因為借景的感覺 讓空間看起來會更大 雖然女主人沒有要求要用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但我覺得這種開放式廚房設計 不一定要在廚房裡面 我可以把島巴、餐貝櫃跟餐廳做一個結合 那因為這邊的空間的條件夠 所以我可以把書房、琴房跟島巴、餐桌、備餐牌串連在一起 所以整個中軸線是一個很完整的空間 所以在琴房上可以看到書房 書房也可以看到琴房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串連式效果 有讓這個房子有加大的一個感受程度 因為男女主人之前有住過國外 短暫的一陣子 所以很嚮往就是這樣住在那種國外paint house 然後有戶外窗景、有卧榻 並且看外面有圖書的這種感覺 那希望可以坐在這個主臥室裡面 那經過調整之後 我們很幸運的可以把更衣間、卧榻、書房 並且是男主人的這種獨立的更衣空間給創造出來 也因為這樣的設計讓主臥室整個採光有增加的效果 然後並且讓男主人有一個獨立可以讀書的空間 因為這樣的設計規劃 讓女主人有一個很好的更衣空間 並且還有一些可以放置私人物品的位置 我們主臥室背牆使用的比較像是莫蘭迪的中間偏咖啡色的顏色 當作背景 那兩邊的床頭櫃 我們也是使用比較復古的一些木鼻刷色 那整個畫面呈現就會比較有人名氣息的效果 兩姐妹房間的櫃子設在同一個牆面上 它是一個凹凸櫃的概念 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讓整個公共空間開放空間放大 然後櫥窗空間有深有淺 這樣的話有衣櫃也有輸櫃的一個實用程度 我們希望在這個設計的空間下 培養一些美的一些角度跟一些概念 讓這樣的話 在小孩在成長環境 或是在男女主人在住在裡面的時候 有一個享受在這個空間的一個居住環境裡面 而且知識相當我一堆 然後我們一定要想像對 vida 走人好 教授相當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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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